美国其中选举开票结果 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在加州的选区 以82.2%的得票率 轻松击败共和党对手丹尼斯 裴洛西表示对选情有信心 但各家民调普遍预测 共和党将拿下众院控制权 虽然目前开出的票数 共和党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压倒性胜利 但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领先 裴洛西的议长宝座危机重重 加州一向被视为民主党大本营 不过可能抢下一掌之位的共和党众院领袖麦卡锡 其实也是来自加州 麦卡锡同样在自家选区连任成功 信誓旦旦表示将夺回众院多数 前美国总统川普的铁粉 共和党籍众议员葛林 是美国最具争议的国会议员之一 他公开支持川普的选举舞弊阴谋论 曾发表种族主义 反犹太阴谋论等言论 还曾在网路上支持 处决裴洛西等民主党人 去年被众议院预算委员会 以及教育与劳工委员会除名 但尽管争议不断 他还是以近两倍票数的压倒性优势 在乔治亚州的选区轻松连任 本次众院选战值得关注的 还有年仅25岁的民主党籍候选人 佛多斯特 他在佛州的选区 以58.8%的选票打败对手 成为第一个进军众院的 Z世代青年 在平均年龄58岁的议会 将会特别显眼 欢迎新闻联名全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